这些孩子们呢看起来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教改是越改越糟 因为今年呢12年国教正式上路 打的口号原本是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 可是国三生呢好像更惨 因为呢还是想要解禁明星高中 所以这下改成到补习班 补刚刚这个孩子们所谓的特色招生 但是家长们呢也没闲着除了花钱 干脆自己来办特招莫妮考 所以写是一般动词 这叫做是 什么句 叙事句 双林国教上路后 过去的基策总复习班 纷纷改叫会考满分班 会考经手班 而且还多了满级分写作战斗营 要考上好的高中 所以要来补过文 因为笔续好像是第一个 所以应该会比较重要 会考中的作文 在基北等区的免试入学中 被拿来单独笔续 作文分数越高 顺算就越大 因此今年补习作文成了大热门 补习班不但增设国三的作文专班 而且一口气就开了三个梯次 实在是因为作文量需求真的太高了 很多同学其实他们想 讲的比较直接点 他们是想要进前三志愿 着重在统整的部分 比如说老师会上课的时候 跟同学讲说 哪些是优美的词句 那你可能碰到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放在这上面会比较适合 虽然补习作文的考生变多了 但补教协会表示 整体来说补习会考的人数 却比去年补基测的少了两成 主要是想拼明星高中的学生 多半跑去补习特色招生考试 现在有人就是已经开始准备在补特招了 特招密集班 特招抢分班 建北副中特招考冲班 补习班早在会考前就开始抢人 不然一般的高中 我不会让他上班 因为他没有 没有底啊 不然你可以先帮他画一个位置 重点在于说这些文言文 会考结束后特招班五月底开课 有的报名率已经超过六七成 光补习还不够 台北市家长更自力救济 自己办起特招模拟考 会考的部分有模拟过 特招的部分都还没有模拟过 那是有一些非选择题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练习的 十二年国教上路 主打免试升学 希望减轻学生升学压力 不过在都会地区 学生还是挤破头 想要进入明星学校 补习风气依然兴盛 日电TV菜众黄金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